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大多居住在城市中 其中在高收入国家中 多达八成以上的人民都生活在城市地区 自踏入21世纪以来 因为农业经济转向工业、服务业和科技业经济 这加剧了郊外地区居民选择搬迁到城市定居 而年轻一代为了拥有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工资 已决定离开家乡 往城市里寻找更多的机会 据了解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地区 就被定义为巨型都市 而截至目前为止 全球就拥有34个城市符合该标准 小编今天就根据MarcoTrend网站的最新人口数据 为大家介绍2021年世界五大巨型都市 一起来看一看这些大都市到底有什么魅力吧 若你想和我们一起探讨形形色色的世界之罪 那就马上订阅我们的频道吧 每周都会准时更新哦 只要打开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哦 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五 墨西哥城 共有2191万9千居民 它是墨西哥的首都 位于墨西哥中南部高原的山谷中 海拔224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巨型都市 全国近一半的工业、商业和超过一半的服务业都在墨西哥城 提到墨西哥总离不开古代印第安人创造的文明 形成了自己独居特色的各种民族文化 说是西半球最古老的大都市也不为过 90年代开始 墨西哥人从农村地区搬到这里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教育和生活水平 自从2000年起 虽说新政府上台执政后 实施了一些公共政策来改善城市生活 但它仍然存在着犯罪和腐败问题 跟很多城市一样 墨西哥城也在遭受人口过多和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 虽然不被公开讨论 墨西哥城的种族不平等讨论是非常敏感的话题 印第安土著或者印第安混血的种族 拥有较低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墨西哥人的表达方式非常温柔婉约 比如一句简单的请求 请把原地给我 他们会说 你是那么的nice 请问是否愿意把原地给我呢 简单的生活对话就能代表一个民族的个性呢 第四圣保罗 共有2223万7000居民 圣保罗是巴西最大的城市 也是南美洲甚至是南半球最繁华的大都市 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具有文化、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这座大都市拥有巴西几座最高的摩天大楼 包括米兰广场、意大利埃迪菲西奥、巴内斯帕、北塔等 圣保罗是一个国际化的大熔炉城市 这里大量的侨民有来自阿拉伯、意大利、葡萄牙和日本等 但是日本餐厅就有超过600多家 而巴西也是最多油菜人口聚集的城市 除此之外 圣保罗也是巴西的金融之都 大公司、银行和金融机构全部把总部都设在这里 圣保罗除了是巴西国内生产种子最高的城市 也是世界生产种子排名前20的城市 曾经不管是科学还是体育领域 最大最重要的国际活动和盛典都曾在圣保罗举行 而巴西是足球大国 是所有足球迷们肯定知道的 该城市也曾举办过1950年和2014年的FIFA世界杯 各国的足球迷也会借此朝圣当地各种各样的足球博物馆 第三,上海 共有2779万6千居民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 一是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 上海在1990年宣布开发普通 并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从那之后 上海的经济和人物环境便迅速发展 十年内建成许多博物馆 大剧院、大学城等文化教育设施 和地铁、高架路、夜江大桥等基本设施 改革开放以后 上海金融经济迅速发展 上海证券交易所更是世界排名第四 现在的上海已经有数千座摩天大楼 这里有中国最高、世界第二高的上海中心大厦 是一座集办公、酒店、会展、商业、观观等功能与一体的大楼 上海地区平均房价为41095元每平米 是深圳和北京的平均房价之下 但是也算是非常昂贵了 毕竟是中国的一线大城市 对一个普通老百姓而言 在上海买房还是很有难度的 除此之外,上海也有魔都的称号 其实这源自于1920年一位日本的作家 村兄少峰写了一本畅销小说《魔都》 作品描述了当时上海的独一无二的兼容性和摩登感 是一种独特的魔性 渐渐的就被大家称作《魔都上海》啦 第二,德里,更有3118万1000居民 该城市位于北印度 政治地位为直属联邦政府的直辖区 包含了三个市 德里、新德里和德里坎登门 印度独立后新德里成为联邦首都 整个城市以姆拉斯广场为中心 城市建筑城放射状升向周边地区 政府基要也大多集中在印度门与总统府之间 随后德里渐渐发展为大都会 汇集印度各民族 德里随着城市的扩张带来了环境污染 交通堵塞等问题 但德里快速的发展却是让居民的收入迅速提高 也是仅次于蒙买的印度第二富裕城市 新旧德里的交通有着鲜明的对比 界线就是这座德里门 旧德里位于城市的北侧 以狭窄拥挤的街道为主 垃圾遍地 而市区南侧的新德里 干净整洁还很宽敞 真是一扇世界上最残酷的门啊 仿佛就在告诉大家 何谓贫富悬殊于一门之隔 相比城市密度较高的城市 如蒙买,马尼拉和香港 其实德里算是相对宽松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德里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最快 近三年都维持在3%以上 有专家说 再过几年的人口 或许就会超越第一名了 第一,东京 共有3734万居民 以东京都为核心的日本首都圈人口 约占日本总人口的三成 东京拥有全球最复杂最密集 且运输流量最高的铁道运输系统 每日平均客运量超过1000万人次 如果想看有关于全世界最复杂的地铁路线 欢迎点击右上方 东京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呢 这大概要追溯到约400年前 江户幕府第一代大将军德川家康 于1603年 在当时被称为江户的东京建立德川幕府 东京由此开始了他的繁盛时期 直到18世纪中期就已经发展成 规模超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了 虽然日本自然资源匮乏 但日本将人力资源与海洋资源充分利用 大规模进口各种原材料 利用自身的高素质劳动力与技术 进行加工后 大规模出口 形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经济模式 曾经的日本也被称作世界工厂 全世界都充斥着日本制造商品 由于日本人口劳化严重 东京也是今天五大城市唯一一个人口正在减少中的城市 前五年的居民人数只减不增 或许再过几年就会被其他城市超越了 你或许以为疫情之下各国采取封锁措施 或许能促进生育率回升 但非常意外的是 东亚国家低迷多年的生育率 在疫情中进一步大幅下降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解释 遭遇重大灾难时 人们反而会推迟自己的生育计划哦 好了这期影片内容已经分享完毕 如果喜欢的话就不要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 世界之最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by bwd6